0403强震造成了许多民众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华林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为了即使因应灾情 已经启动0403震灾灾害减免 勘察服务小组机制 和县政府国税局 上镇事工所以及村里长等密切合作联系 以掌握灾情 而且也主动的协助受灾民众 申办灾害损失租金减免等相关事宜 地震造成民众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税务机关也启动了灾害减免勘勘察服务小组机制 针对地方税和国税部分有申请减免的方法 地价税的部分 如果说是因为这次震灾 然后环境的限制 技术上已经无法使用这块土地的话 是可以缺免 这相当于建管单位核定的红单等级 那房屋税的部分 它的规定是说 如果说损坏是三到五成的是可以减半课税 然后如果说回损五成以上的是可以全免 那因为房屋税它是按月课征 然后我们会从四月开始 主动依照那个建管单位核定的红黄单的资料来做核定 我们会主动办理 所以这个民众这个部分是不用特别来申请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牌照税的部分 因为我们四月份已经在开征这个使用牌照税了 那如果乡亲的那个车辆 因为这次地震有遭受一些损失损坏的话 那在你修理这些车辆的这段时间是可以来申请退税的 这个是可以不用课税的 那你只要提供那些修车厂的证明或者是里长证明这些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车辆因为比较老旧或者是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的话 那你记得要去监理机关那边去办那个停时或报废 那我们税务机关也会主动依据监理机关提供的资料 我们会主动办理退税 那另外是我们地方税还有跟娱乐税也有关系 那少数乡亲他也许他有开娱乐业 像比如说他去开那个叫呱呱机店 你可以主张说那我有哪些天数我是没有那个开门营业的 那我们也是可以按比例去扣减那些天数 或者是说你的那个设备数机台数有减少的话 也可以组整也来可以申请 就是说我那个营业规模缩减了 那我的那个税金要做调整 为顾及灾区纳税义务人不方便和困难 税务单位将筛损申请期间从原本一个月延长到三个月 对损失的认定是采从优从数从宽从减原则来办理 如果有任何灾害损失相关减免问题 也可以拨打国地税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税务专线038-226-121来洽询 借了一会欢迎时报道